下載並解壓縮PikPik連安裝版之後 直接執行PikPik連ES1就可以了 在語系的部分可以選按File 找到Program options 選擇正體中文這樣就可以了 選按檔案 白板就能開啟白板模式 白板的操作模式其實大同小異 那我們可以先從筆刷的大小與顏色先做調整 這裡有箭頭工具 您可以搭配Shift就可以畫出直線或是45度角 也有提供矩形 圓角矩形 橢圓形等 那你也可以將這個螢幕做一個放大的動作 點左鍵是放大 點右鍵是縮小 這邊也有提供還原工具 繪圖結束後你可以選擇 將這個螢幕畫面拍下 進入PikPik影像編輯工具中來使用 或者是直接按下右上角的關閉 這樣就會離開繪圖模式 這樣就會離開繪圖模式 然後再次再次再次回到這條路 我們可以選擇